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 这里是中国制造肌肉哥 那这回早上五点半 那肌肉哥在新西兰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 早上一般起床都会比较早 就是,就算是休息的话 现在肌肉哥基本上早上睡觉 一般不会,就是怎么说 可能有时候偷偷会到八点 但是基本上就是那种六点钟就醒的那种 那这个真的是在国外九年养成的一种习惯 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呢 想跟小伙伴们讲一下 就是,其实在国外生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啊 那今天这个讲讲什么呢 就是还是关于那个澳洲打人事件 就是华人老板打人事件以后 就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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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伴们 今天就讲就是就是问肌肉哥 是不是在海外都是中国人欺负中国人啊 那肌肉哥想说的不是 就是肌肉哥已经说过很多次啊 就是关于这个中国人欺负中国人的问题 那今天想聊一聊 既然中国人欺负中国人 或者很多人认为中国人欺负中国人 那为什么海外的这些华人不给洋人的公司上班 明白吗 首先第一点就是很多出国留学的人 他们出国啊都有一个想法 就是希望通过工作去获得移民 明白吗 那我们要知道洋人他在有些方面 他的这个文化不一样 所以说他在招工的时候 行为有个不一样 那就像华人吧 华人他他很多华人 他那种老板 他是移民的 就是移民也是过来人 所以说他更清楚中国的这个员工 在找工作的时候 尤其留学生更看重的是什么 明白吗 移民 所以说很多老板 这个 就是说华人老板在招工的时候 看见这个员工 只要觉得他能干活 都会用办移民来许诺 然后这个时候 他知道这个员工想要什么 因为很多现在华人孩子出去留学 他其实国外的那个工资 虽说还是挺有诱惑的 但是基本上 很少有华人出国 就是为了拿个工资 就满足的那种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些华人 他运用了这个 怎么说 就是比洋人更了解中国人吧 所以说他在招工的时候 很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诱惑 这个 这些新来的移民 明白吗 新来的同胞 而洋人公司呢 你过去 找工作 一般就是公司 在不了解你的情况下 洋人不会给你任何许诺 办移民 明白吗 他这个都有点像跟这个外国女孩谈恋爱和中国女孩谈恋爱 然后你比如说中国女孩谈恋爱的时候都是一上来就要说不以结婚为目的 就是他知道中国男孩喜欢结婚就会或者就是中国男孩知道女孩喜欢结婚都会把结婚用作前提去谈恋爱 但是你看像基督哥跟外国女孩谈恋爱的时候大家其实更多的就是在一起相处是不是开心 那像我这两天跟我女朋友在一起吵架那基本上就是分开一段时间对吧 那并不是说洋人公司就一定没有中国人的好或者就是洋人公司一定比中国人好就是中国女孩一定更好或者洋人女孩更好都会有矛盾 明白吗 但是由于中国公司更了解就是西方人他不是那么了解中国这些留学过来的移民 所以说他们现在还在对中国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能抓住就是说这种中国过来的优质劳动力 第二点就是很多洋人公司他了解了就是说中国人过来要办移民 对吧就是有这种移民的需求 但是呢他们确实不愿意去接受一个没有移民身份的中国员工 因为首先第一个就是西方就是说相对比较好的 因为能办移民是相对比较好的那种工作岗位 他那种工作岗位的话其实在西方竞争也是比较激烈的 明白吗 你比如说像新西兰你要如果学商科办移民的话 你就必须要干到经理 那现在移民要求的就是办移民的最低工资 那基本上就是非常非常高的那种 就是拿到那个工资在就是说在新西兰当地也是属于竞争比较激烈的 所以说当他在选择员工的时候 他可能首选的还是那种有移民身份的 不管你是已经有移民身份的华人 还是说当地的公民对吧 那这样的话 因为他本身选择就已经很多 他没有必要去承担那么繁琐的事情 除非当然了你是那种特别特别特别优秀的 你有那种一锤定音的或者改乾坤的那种功效 那公司他真的会去帮你那种 那大部分我也看过就是有洋人公司帮华人办移民的情况 就是员工在里面干了很久 然后工作表现确实很好 那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 但是我只能说这种情况很小很小 正是因为这种情况很小的话 所以说很多华人老板才可以对这种情况 他们也知道这种情况 所以说才会对这种情况加以利用 那第三个就是不得不说说 就是鸡肉哥哥一直在海外 就是在新西兰提倡 我觉得比较不公平的就是一些移民政策 那这些移民政策都是很直接的 去保护有移民身份或者当地公民利益的 对吧 那就拿新西兰举例 比如说你在实习 实习的话你用的是学生签证 当你的公司想挽留你 然后给你转成工作签证的时候 他必须要把这个工作岗位 发在当地最有名的两份报纸上 或者最有名的两种媒体上 然后要当地人过来应聘 而且你要至少应聘10个 现在是现在是20个还是10个 我记不清了 然后这20个当中 如果找不到比你更合适这个岗位的 那他才可以雇佣你 所以说这些材料都是要提供给移民局的 包括当时面试了谁 谁面试的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不合适 你都要提 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很麻烦的 那我当时肌肉哥还开了个玩笑 我说还好肌肉哥是用这个工作办签证 我说如果要是配偶办签证的话 我还得让我的女朋友去陪当地人睡 睡满那么多个以后 睡了以后还得跟移民局说 没有一个睡的有睡觉 睡得舒服的 对吧 然后才能给我发签证 所以说大家看这种工作 其实这种有的要求 其实都无厘头的 因为你实习公司挽留你 应该这个就是你的工作岗位 顺理成章的 你是用你的表现赢过来的 老板也不是傻子 你不好 老板不会给你去办这个东西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觉得 就是移民政策 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就是为什么 中国人更喜欢找这个中国人 因为老外真的很少愿意去搞这么多事情 然后去配合你的 因为我们看美剧都知道 老外他之间 夫妻间你要给对方添很多麻烦的话 都会引起家庭矛盾的 好了 那其实大概的几点原因就是这么多 那就是说小伙伴们就是应该可以看出海外大概就是新移民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为什么姬友哥一直都说 请大家善待这些在国外的同胞 因为其实海外这条路真的不容易 我知道 华人欺负华人的事情也有 也有包括像国内 你包括像网上抨击那些在海外留学也好 生活也好的华人 其实这个在姬友哥看来也是一种欺凌 明白吗 也是一种欺凌 那最后就是想说一说 就是有网友 就是给我留言 问姬友哥有没有在海外被华人欺负过 那如果有的话 希望姬友哥能把自己的故事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姬友哥首先要说 欺负不愉快这种事情和同胞都会有 都都曾经发生过 但是呢 姬友哥这里不想多说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话说回来都是同胞 其实家里就像家里那点破事 那点丑事其实就没事就 姬友哥也不是喜欢瞎抖落的人 明白吗 我就分享这么多东西 其实就是希望 那些在海外的老移民不要去欺负新来的同胞 那 如果我的视频能帮助到这些人 其实 或者形成一种更好华人之间的风气 那姬友哥就觉得自己所有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有意义的 那当然了就是海外虽然难归难 但是如果大家放好放好就是 放平心态 如果想到国外去体验 然后去 去这个生活 去了解这个世界 我觉得出国还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 毕竟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 进步 人类这个交流越来越频繁 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未来的世界来说 年轻人还是应该具有健全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而不是这个很狭隘的这种民族观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Peace